我是八台 听朋友说啊 这边步行街已经开放了 但是之前因为每天都看新闻嘛 说这个政策 那个政策 说步行街这边酒吧不开放 只有餐厅之治 然后需要一系列什么卫生证书 卫生许可证 他需要消毒啊 什么东西才能开放 但是朋友说这边已经开放了 所以新闻是不能相信的 相信我们自己的眼睛 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现在的步行街到底是什么样子 Let's go 又到了这熟悉的地方 Walking Street 第二次疫情爆发之后 已经一年了吧 快一年了 没有来过这里了 不过这个人流量 跟以前是没法比的 走到这里基本上 就人山人海的以前 现在就三两个人 比较少 入口也没有检查的 大家还记得吗 石头人 应该很多中国朋友都知道这个吧 是不访 一个新闻里面写的是就是像浴场会所还有夜店 nightclub它是不能开放的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像前面的那个石头人它应该也属于像类似于夜店的一种但它不是那种纯的跳舞啊或者edm啊或者hiphop它有那种铸唱 现在我感觉是有铸唱类型的这种这种 呃 进吧 也不是说进吧吧 就是有铸唱的这种living house它是可以开放的 因为它估计是可以办一些某某类的那种资质证明 但像这些周围的这些以前开放的agogo啊 呃 然后一些 里面啊外面这些agogo这种酒吧它都是关闭的啊80808的楼下也是开着的 但楼上的夜店不知道开不开 喊一下 哈里边我记得在关闭的前一天我还在808喝酒 然后喝了不知道它是12点关门吗 那天它12点关门了 我还有两瓶酒存在那里面已经一年了还没喝 不知道能不能还能不能喝那两瓶酒808好多人 那夜店应该是不开的808它因为楼上这边是不开的关闭的 所以现在就是楼下的这种吧它是能开放的 爱上小的类似于唱吧之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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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也是关着的agogo都是关着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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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步行街基本还是可以来玩的还是有很多吧还是很多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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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家都不好啊 做无需时 这家人好看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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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一匹流氓搞我哦 我可 镜头甩不过去 TNTRA这家agogo是开着的但里面我看他也是搞的类似于就是已经没有女孩跳舞了但是他有一些陪酒女孩在里面 这家pin up以前很多妹子 但现在也是关着的 给大家做这些视频 其实也不是说怂恿 大家就是跟着网络 告诉大家泰国现在很high 泰国现在很安全 不是这样子 应该理性分析一下 泰国现在过来 过来你是能过来的 但是手续和一些签证 我觉得是 很麻烦的这些事情 就因为它当中 肯定是有很多城市要走的 然后拿到这些旅游签证 或什么当中审批 也是很麻烦的 就算你过来之后 不管新闻怎么说 这边日均日增 总为4000 4000例的一个病例 那边是没有的 然后就返回 然后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问题 这边已经走到头了 在过去就是印度酒吧 那边就我们就不去看了 应该是不开放了 就是到这里 然后大多数的 就是比较 就是开放的酒吧 基本上都做无需习 都是人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来理性分析一下 就是能不能来泰国这个问题 就是跟着新闻说 泰国这边开放不需要隔离 欢迎就是各国的朋友过来玩或者怎么样 也看到很多在泰国的一些博主 发布一些就是泰国现在已经逐渐开放了 然后一些酒吧它是可以去嗨了 可以很多妹子玩 价格很便宜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看 主要看的是一你过来 就是你过来的这个签证 我觉得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当中肯定有很多环节啊 很多需要很多资料递交啊 你国家出来这个那个 这是很麻烦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泰国其实现在 其实是不安全的 因为你现在开放之后 它这个病例啊 每日它新闻里面放是日增四千 但是我长期住在这里的我的感觉啊 就算你想毛小病了 你生病了 他也不会去医院检查的 基本上都是家里自己吃药啊 有可能就是你生病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有很大一部分水分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病例这个问题少 然后这个解决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回不了国 现在回国的机票 已经是我看最近两三万一张嘛 一个机票 但是这机票也不是每天都有 一个月大概一班 一班的航班 而且不一定是到你的一个城市 知道吧 只是到中国 所以你回回家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理性分析 你现在说要来泰国玩 肯定在我这方面看 肯定是不成立的 这个问题肯定不成立的 所以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泰国的一个酒吧一个程度 或者是现在一个是大致个什么情况 我们看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 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选择要来玩 我觉得是等疫情是真正的 有有有疫苗啊 或者是有有药可以控制了 那你可以过来 好吧 但是现在的话 你如果是真的有女朋友在这里 有老婆在这里 你想来也是可以的 是吧 这个政策是允许的 你过来也不用隔离 你有打足多少疫苗 你政策是允许的 好吧 那我们继续去找一个酒吧 我们坐下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看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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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太毁了 哪怕好看那么一点点 我都上去搭讪了 哇 在医院看过去 没法看 没法看 现在这边只有那些 类似于黑珍珠 欧盟人喜欢的那种风格 不太适合我们亚洲人 所以想找妹子的话 目前还是不要来这里的 不像之前那种Panda 808楼上这种 会有一些女孩子非常漂亮 现在如果想找女孩子的话 还是去那些泰国餐巴 是一个好选择 不是补兴街 一塌糊涂 不要来 不要来 ok 如果你是真的跟朋友聚一下 这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这种 商业区嘛 然后一些演唱都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就是跟朋友小聚一下 还是不错的 好吧 那 下次再见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好吧 拜拜 Cheers Cheers Cheers